有没有男女的欲望 会啊 那怎么办 抓住他 不要让他乱动啊 如果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就不用修了 如果我没有那个感觉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别人的苦了 而且我的感觉要比别人强一万倍 这样你才能够知道 别人苦得不得了 他居然以苦为乐 所以一定要有 有这个苦受才行 所以我讲 那我们要持戒 不杀生不偷盗 什么叫戒 你讲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爱护国家 不伤害任何生命 那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你喝酒也不慈悲 对不对 因为你喝酒 你就控制不了你的心 控制不了你的行为 就会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这个叫戒 那戒透过外在 你的心里才能够调伏 调伏只是抓住而已 你还没有解脱 只是你忍耐 你控制得了 定 就像各位打坐 打坐脚很痛 很痛 但是你心控制得了 叫定 但是禅定 也不是佛教的究竟 那佛教是希望你专心以后 会 那会就靠我思维了 观察 分析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他事先打坐 以这种中道的思维 了解 一切的存在 叫万法 都是因缘条件 合合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不变的 单独自立存在的实体 叫我 或是那个法 什么叫法 家庭 爱情 成功 失败 生病 这些法 他都是因缘合合而已 让你做董事长 让你下台 他只是一个感受 感受 他这个感受 你就会很痛苦 但是感受 他感受在哪里 他只是一个感觉吧 有钱只是一个感觉吧 我好给人 我有钱人 他感觉了 那事实上 对生活有帮助 对生死解脱 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反而会让你执着 那各位 这个会 那你就要去观察思维 所以观音菩萨永远 手上牵手 有一个眼睛 那你要看清楚真相 那佛陀在金刚经说 你也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凡所有相 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假的 这样比较这样 都是像天上的云一样 暂时的 那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你要经常去思维 因为你很少思维这个道理 我儿子好 我儿子不好 我希望 你从来不想 我儿子会死 我儿子是暂时存在的 那我们不想要去想他 我的婚姻永远会好 这个那里就会痛苦了 因为他会变化的 他只是一个暂时的 因缘的存在 早晚都要分开的 这叫爱别离苦 没有不分开的 没有永远的 没有永远活着的 没有永远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点 那我们就透过 界定的资量 那这种心态 然后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的去分析 所以所谓的禅定 不是光打坐 而是你必须把你 周围的一切看清楚 所以你要花时间 从房子到地位 从家庭到小孩 从你所想的一切 看清楚它 原来它们都是变化 虚幻了 那看完以后 你就慢慢 慢慢的知道 知道不见得修道 因为你还做不到 那你从这里面去了解 原来我 还有这个 卡在那边 执着 所以你要开始 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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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要一直念 你要 我们叫串息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你要习惯 这个叫接受五常 虽然你爱你的家庭 但是你可以面对变化 慢慢你就 譬如说各位要想到 我自己身体怎么生病了 死亡的过程 我们特别喜欢去注念 因为从注念 对自己可以修体悟无常的处理性 我也会死 透过注念 我可以关心对方 而且透过注念 你会更相信阿弥陀佛 真是有力量 那是通过 通过这些 对自己要有帮助 处理性 就像各位做布施 佛陀告诉我们 你会想 布施 度千贪 那我们布施 就希望把这个 吝啬贪心的心态 把它拔除掉 要有 这个基本的动机 去布施 我们不能一直活在 哦 我布施十万二十万 我觉得我也有一点味道 我很会布施 那你 如果这样你就 又沾到那个 我 我在布施 所以叫三轮体空 没有我 也没有你在接受我布施 也没有那个十万 要这样 三轮体空的布施 所以我想各位 必须要背一些 佛教的名相 透过这个名相 去印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想 中国的寺庙 都会写很多的字 让我们一起去看这个事情 跟我念下来 了事如幻 爱心永存 我最喜欢这八个字 也是红衣大师写的 你要彻底的了解 世间的一切 都是幻化的 假的 暂时存在 这样你就不会痛苦 但是爱心却永存 永远爱对方 所以回去你可以跟你说 老公 你是假的 但是我爱你 所以你是假的 所以我接受你变化 但是我依然爱你 那这样以后 大家没压力 所以了事如幻 身体也是假的 但是我们善用它 所以了事如幻 那你必须把这四个字 当作法运 全部都看一次 就像电脑一样 对着 没有一样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凡所有相 都是虚幻的 都是如幻如化 暂时的 因缘和合的 没有单独自立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必须强调 就是说 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加拿大也没有我 没有太阳 没有空气 没有印度人就没有我 没有蜜蜂也没有我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互相在 绑 这个世界只要蜜蜂没有了 全部人都死 因为花草树木 都不会开花 人类就会饿死 所以蜜蜂是如此 蚂蚁也是如此 通通是这样 所以很多水库里面 要养一些鱼 不然这个水会有问题 所以万事万物都互相依靠的 没有单独存在了 那你要去了解这一点 所以没有个人的我 离开你就没有我 没有空气就没有我 没有太阳就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我这个存在 是依靠万事万物而存在的 慢慢你这个自我 本位主义会减少一点 不然每个人都喜欢 我 你要按照我的思想 随顺我的思想 所以越专业的人 越有那种主观意识太强 你就听我的吧 所以观音菩萨叫你 学习倾听 听别人的 别人在想什么 那你要知道他的需要 所以 那我们讲到界定会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智慧的观照 然后 这个观照 源起 行声波罗波罗命多时 你必须要 甚深地去看到他的 本来面目 你要分析他 分析他就知道 他只是一个 暂时的碳水化合物组合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七天八天坏掉 所以他是无常的 他是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以 所以他叫空 这个也叫空 这个也叫空 你也叫空 我也叫空 那慢慢你就 那各位要把这个思想变成你天天 像我的好处是 我天天必须讲一次 所以对我帮助很大 我天天必须讲一次 然后我的师父要我 每天都要修心经常观 观之在菩萨悲变以后 用这个经典来映照 你现在面对的自己或社会的一切 你每天都要把它归零 所以这个世间 你透过智慧的观照 就没有真实存在 连这个我 也是一个五蕴 一个身心组合的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各位 如果一个老禅师说 我胃痛 老禅师说 谁在痛 我啊 没有我哪里痛 老禅师 他没有我啊 照见五蕴皆空 痛什么痛 就像达摩祖师二祖来说 心不安 来来 心掏给我 心在哪里 然后那二祖就开悟了 所以这个是有高跟气的 但是虽然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 但是要养成那个分析事情的习惯 如果你会分析事情 你就会很会办事情 为什么 面面俱到 我做这个决定 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你都会分析好 你会成为一个很有细心 很仔细 很有能力的人 那将来就叫你做总统 你就会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做菩萨就叫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没有一个佛 没有做过帝王的 一定要做过百千次的帝王 天地王 转轮王 阎罗王 忽然不能成佛的 但是他们做王的目的 是一种修行 而不是一种得到 但是要有那个福报 你要有那个福报 我今天有机会做皇帝 那是福报 那这个福报是来服务别人的 不是凸显自己的 但是大部分人 他做了一个有福报的人 他是来享受福报的 那享受福报就是损福报 那意义就不大 所以那我们要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这种 智慧的关照分析 那为了要有智慧关照 所以刚刚讲的 前面要有禅定的能力 那要修禅定的人 不能有欲望 不能爱生气 不能爱昏沉 不能怀疑 不能散乱调举 你要有掌握心的力量 所以这个不容易 各位试试看 三天不睡觉 你可以OK 代表你的意志力坚强 你可以分析的 叫你抄一遍法华经 没有一个字错 可以代表你心很细 那这些是一种 心灵的训练 因为你不训练它 你永远都在那个 散乱的阶段 生命就品质很差了 所以我想我们 追求心灵的品质 在以前来讲 读书第一名 读书第一名 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第一名 还有一个我在第一名 我们讲的就是 看经典 经典是个镜子 那你要 闻诗修听闻 了解烦恼 思维 调伏烦恼 修行 断除烦恼 你要知道什么是对跟错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 试圣题 所以戒定会才可以消灭 生命轮回的因 贪嗔痴 然后戒定会的实践 就是八正道 我们背一次好不好 八正道 解脱道的八正道 念一下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与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各位 接下来我不讲 你要自己回去查 因为跟你解脱有关系 这个随便放开书都有 八正道 但是解脱道的八正道 跟菩萨道的八正道 又不一样 解脱道的八正道 正见 是正确的知见 了解万法 都是无常无我 了解四身体 所以正思维 所以我不应该贪心称慧 乃至伤害众生 免得我痛苦 那大胜的八正道 就不一样 正见什么 来 正见众生皆有佛性 正见众生皆我父母 那这个大胜的正见 所以正思维呢 正思维就是四红四圆 众生无边四圆度 我要让所有众生断除贪欲称慧 要让所有众生离苦 我如何让所有众生往生净土 这是你的思维 所以产生你的行为 正业正语 产生你的生命生存的方法 所以那因为动机不一样 所以那至少各位要把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 四圣体八正道 乃至生命轮回的十二因缘 要去思维 刚刚我们要进法师 叫我叫富足的人生 我忘了 法才是富 人穷